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再次刷新武器装备方阵 最新型号的常见系列巡航导弹 首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它的精度高 射程远 反应速度快 我们今天节目介绍的主人公 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特级技师钱卫中 他与这次最新型号巡航导弹的研制息息相关 前卫中全程参与了导弹发动机重要部件的数字控制 加工工艺攻关和产品调试工作 具有丰富的操作经验和超高的技术水平 他曾先后荣获中国航天基金奖 全国技术能手等十余项荣誉称号和奖励 那么前卫中是怎样一步步走上航天数控之路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难题 他和团队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这位正在车间忙碌的人 就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特级技师钱卫中 钱卫中全程参与了导弹发动机重要部件的 工艺攻关和产品调试工作 已经在数字控制加工领域摸爬滚打了三十多年的他 用一颗匠心打造飞航导弹发动机核心关键零部件 对这个数控加工呢 我纯粹就是一种喜欢这种攻克这个难点的这么一个爱好 不管是你对这个新的机床新的刀具 喜欢这个尝试这种新鲜的这种加工方法 钱卫中和团队早期研究的零部件 就是巡航导弹的发动机液轮 发动机为导弹的飞行提供动力 相当于导弹的心脏 而发动机的液轮就是为这颗心脏提供动力的关键 对导弹的飞行速度和范围起着决定性作用 由于设备落后 钱卫中和团队在研制液轮的道路上步履蹒跚 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让他们看到了新的希望 在这个国际机床展上我们看到了这台五周联动的机床 于是我们的同事哭着向我们所长申请 希望想买下这台机床 于是我们三十一所的全体职工集资三百万 买下了这台五周联动的机床 这也是我们所第一台五周联动的疏控机床 五周联动疏控技术是一个国家高水平生产设备自动化技术的标志 尤其是在航空 航天 军事工业等领域 当时能够得到这样一台进口机床非常困难 同样也非常珍贵 就在这时 钱卫中临危受命 上级让他来做这台设备的手刃操控工 数控机床主要通过计算机来控制机床进行产品加工 这对于刚刚接触计算机的前卫中来说 无疑是一个大难题 我们当时去北航培训了二十天 培训回来以后我们领导跟我说 我就是这台机床的操作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真是脑袋有点懵 那时候我心里也没有底 我简单的三轴机床才学了一点基本操作 这个更复杂的五轴进口机床操作就是我的了 看着全新的进口机器 钱卫中心中充满了忐忑 面对一大落看不懂的外文说明书 他捧着词典查找翻译 为了让设备能够在短时间内投入生产 有什么不懂的问题 回去反复琢磨 在这个学习的操作过程中 对这个说明书 对说明书的翻译和理解 理解以后 实际上在真正的操作过程中是不同的 学习完了说明书以后 还要在这个机床上不断地去实践 靠着一股钻劲 钱卫中认真研究每一道工序设置 掌握了最基本操作之后 再开始试制各种要求苛刻的零件 最终让新机床顺利投产 随后钱卫中和团队成员用新机器加工出了新的液轮 液轮不论是液形还是表面光洁度等都完成得特别好 可就当大家认为整个生产试验非常成功的时候 在疲劳试验中又出现了新的难题 这个液轮第一次调试成功以后 不管是从外观还是到这个液形都是非常完美的 于是我们就对这个液轮进行了这个实验 但是那个实验的结果实际上就我们就要剃头了 就所有的液片都掉了 把这个发动机都给炸了 针对液片断裂的问题 钱卫中和团队立即着手研究原因 测量检验都没有找到原因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 突然有人提出会不会是震动频率问题 当时在这个问题讨论会上有一个设计 提到了一个频率的问题 也就是当时想到了一个典故 军队过这个铁索桥的时候 他们骑步走 使这个铁索桥的频率和他们的这个布料一致 所以说导致了这个铁索桥的这个坍塌 通过这个典故呢 我们就想到这个把这个液片的这个 是不是液片的频率一致 通过验证了这个液片的频率一致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液片的厚度给改变了 来错开它的频率 钱卫中和团队重新加工优化后的液轮 彻底解决了液片断裂的问题 在这之后 钱卫中和团队利用随机床所带的几把有限加工刀具 成功试制出多种不同型号的导弹发动机液轮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发展至今 钱卫中见证了我国飞航导弹发动机核心关键零部件 从依靠仿制到自产创新出上百种不同型号 在这几十年里 不仅有钱卫中的成长与回忆 同时也记录了我国航天科技的突飞猛进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特级技师钱卫中 面对企业的智能制造 生产线建设的新任务依然冲锋在前 面对生产过程中的困境 勇于钻研大胆创新 我国政府提出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 国内航空航天等众多高端制造业已在布局 项目开展如火如荼 为了更好的服务于飞航武器装备的高端制造 和智能制造 钱卫中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么在从传统生产模式 向自动化数字化生产模式转变的过程中 钱卫中又遇到了哪些难题 他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特级技师钱卫中 为了改变传统生产模式 他和团队承担起组建全自动化生产线的任务 然而飞航导弹发动机核心关键零部件 精密度要求极高 它们面临的挑战前所未有 我们当时呢就是想一定要搭建一条 适合于飞航武器零件生产的自动化生产线 但是这个生产线里的最大的难点呢 就是多种零部件的这个精度的保证 传统的生产线只能加工一种零部件 而钱卫中和团队想要搭建的 是一条可以生产多种零部件的自动化生产线 在生产线的运行过程中 不同零部件的切换需要不断调试 一套程序一旦启动 出现误差就无法挽回 甚至一粒灰尘都能直接影响合格率 在这个生产线的实际应用中呢 通过观察发现的是零点定位系统有问题 从拆装区运行到这个机床上以后 这是有一定的误差的 零点定位系统是一个用来定位和锁紧的装置 它能够保证零部件准确移动位置 是整条生产线中的核心系统之一 面对这样的紧急情况 从不松懈的钱卫中和团队马上开始研究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零件误差 差以好里失之千里 钱卫中和团队最终发现 是紫板与木板的配合精确度出现了问题 在零点定位系统中 紫板与木板的配合精确度 是产品保证精确度的关键 只有这两者之间保持绝对干净 产品的精确度才能够保障 就因为这一粒小小的灰尘生产出来的液轮 就会检测不合格 为了解决掉这小小灰尘带来的难题 钱卫中担惊结虑 绞尽脑汁 时间紧 任务重 回到家中的钱卫中依然沉浸其中 只要问题还没解决 他就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 有的时候就是会 他可能要是看不懂的这一点 他就必须得要琢磨透了 必须弄会了 他才去休息 去睡觉 就跟着了魔一样 不停地看 必须得弄明白 他只要弄通了 他才去 他才能踏实地干别的 不然的话 你有时候跟他说话 他都跟没听见一样 为了给紫模板之间有灰尘 导致零件误差的问题 想出解决方案 一心扑在工作中的钱卫中 不断地画图构思 有时甚至忽略了时间 突然 家中放着的旧电扇 给了钱卫中新的灵感 我看到了风扇 然后就想了 是不是可以用风力 把这些碎屑吹走 然后我跟供应商联系 问他有没有像类似的方案 供应商给我提供了一种 扇叶式的东西 他给我拿了样品 然后我们试了一下 现在就用这种方式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钱卫中和团队客服了 零点定位系统中出现的难题 从生产线规划论证 到关键技术攻关逐个击破 实现了传统生产模式 向自动化 数字化的生产模式转变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特技技师 钱卫中一直专注于 对后辈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 成立了钱卫中技能大师工作室 他对自己掌握的技术毫无保留 通过授课以及实操训练 把优良作风 职业道德 以及多年积累的经验 传授给年轻同志 培养的十多名徒弟 已经全部成为一线骨干 那么在培养人才方面 钱卫中有哪些好办法呢 在徒弟的眼中 他又是怎样的呢 作为数控专业特级技师 钱卫中一直致力于 航天数控技术人才的培养工作 不管是教徒弟还是新员工的培训 他都能把控的井井有条 记得刚来的时候 有一次要在高温合金的材料上 加工一个M16的螺纹孔 就当各项加工参数都调整到位以后 检测时发现这个螺纹的深度还差6.5 如果说再继续调整的话 那螺纹的孔径就有可能超差 这下可就难做了吧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师傅前卫中看到这个问题后 略做沉思 随后就拿出了一把16毫米的丝锥 毫不犹豫地拧了下去 再次检测时 螺纹深度刚好到位 当看到师傅用丝锥 很轻松地 把这个螺纹深度加工到位以后 自己没想到 树纹加工解决不了的问题 师傅用那个普通的丝锥 就给解决了 就感觉师傅不仅在树红加工方面 技术很精湛 就在普通加工这些技艺方面也很细腻 就感觉特别配合师傅 特别尊敬师傅 随着新职工的增加 给新职工上培训课时 细心的前卫中发现了一个弊端 之前口传新寿 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的教学方式 在给新职工培训这件事情上不够高效 思考之后 他决定做一件事情 就是给新职工制定一套完整的规范 但是要把章程落定在纸上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弊端各种难度的零件 还有超强的工作量 这些其实都不是难事 真正难的 就是把这些经验 给做成制度传承下去 技巧的掌握 需要长时间的碰撞和摸索 在此之前 前卫中在零件加工工作中 靠的是自己的经验 如今 为了编写正规的培训手册 光凭个人经验是不够的 他必须要一一检测统计 做出数据分析 制定出合理的数值标准 为了总结 我们这些经验和方法 把它编写成册吧 然后我去查阅了 很多其他人编写的这些手册 结合我们的这些工作经验 我们的这些方法 把它编写成册 作为这个培训手册使用 还有呢 我们有这个大量的这种工作笔记 通过翻阅这些记录 整理了很多内容 在这个手册里面 经过长时间的摸索 前卫中将自己 三十多年的理论和实践经验 进行总结与浓缩 最终写成了新职员工 培训手册 我就想把我所学的这些东西 都交给我徒弟们 他们都是年轻人 他们有他们的未来 他们有他们的这些 这个前途吧 把我所学的这些东西 交给他们 这是我觉得我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 在徒弟们的心中 前卫中是楷模 同样在前卫中的眼中 徒弟是航天术控的未来 两代航天人 用热忱 奉献和拼搏的精神 书写着航天术控之路的辉煌 前卫中最常说的一句话是 我们研制出来的产品 是要上天的 不能有丝毫马虎 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追求卓越 是我们航天人的座右铭 干十年是这个态度 干一辈子也是这个态度 航天科技成就 是国家科技水平的重要标志 航天科技取得的创新成果 可以极大鼓舞中国人民的信心 前卫中为我国的航天事业而奋斗 始终在不断创新的过程中 解决困难走向前方 在这条数控之路上 它有着光辉的过去 也依然有着可期的未来 探索永无止境 只有不忘初心 不断创新 中华民族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人物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